大家好,这里是波兰西底西亚省卡特威斯国际长途科运站 我们今天要给拿大社的儿子立一个包裹 今天他们一个朋友从捷克回乌克兰 现在坐大车要路过卡特威斯 我们让他把这一个包裹给带回去 要不这样我们实在是找不着 我们优积又优积不过去 这是一个包裹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包裹给他儿子寄过去 这个科运站是新建的 还挺大,新的 哪大是在等着呢 应该18点50分就到,晚点了 好像在等着呢我们 这个长途汽车站里的乌克兰连还是挺多的 刚才走了一批 刚才走了一车乌克兰人去意大利米兰 现在又来了一批人 我们等的车来了 就这辆红色的车 这是我们等的车终于过来了 是开往乌克兰赫尔森的这辆大发车 红颜色的一辆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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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车呢 4个人 5个人 5个人 现在跟车 我一直在考虑 そこ ここ走 写真 我寂寞 你即使 你可不可以 我们通常寻? 好 有 你才说 你现在要 首先 有自己的 有人 都没有 你还没说 我 那 我 还有不少人上车了 就这小大高贵小伙子 是他们的妈妈家邻居的孙子 这个包要给司机付点钱的 他先把那个买了票的人 这个行李先放下去 然后再放我们的 这里司机 他们都是做这个 都是做这种大巴 要回乌克兰的人 他真是不少 另外那个小孩也是 小婴儿也是会回乌克兰的 有的司机把钱付了 他们都是收现金这样的 等于是司机捞的 捞的捞的外块吧 等于就是 没要钱 没收钱 回家了 准备 准备回家了 展出再看一下 这个长途汽车站 还是蛮漂亮的 挺现代化的 我们要回家了 谢谢家人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